主料,备豆腐300克,鸡蛋2个,辅量,西兰花5朵,盐,5香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豆腐放在水中烧开去豆腥内,然后焯烫西兰花,焯烫好的西兰花控水后,去掉精部饱花关的部分减碎,焯烫好的豆腐放在碗内,加水,加少许盐拌匀,鸡蛋加适量盐打入碗内, 搅打均匀,锅内少许油,烧热后倒入鸡蛋,下入豆腐和西兰花碎,用五香粉调味,搬炒均匀,盛盘即可,烹饪技巧 一,豆腐超烫下能去掉豆腥味,在炒制的时候,还不会出太多的水 二,豆腐和鸡蛋都在被料的时候,分别调味要注意银的用量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